日本与俄罗斯之间存在着一些历史问题 也就是所谓的北方四岛问题 北方四岛是掌握在俄罗斯手里的 日本人就连登岛回家祭祖也要经过俄罗斯的批准 然而就在前段时间有一位日本议员捅出了大娄子 这个日本议员名叫王山岁高 他跟随日本一个无签证法问团造访北方四岛 在一天结束了所有官方活动后 王山岁高在国后岛与大家聊天时大声叫嚣道 我们要通过战争取回北方四岛 此言一出在座的人都惊呆了 连忙示意王山不要胡说八道 可王山还是继续喊教导 只有打仗才能拿回北方四岛 否则就什么都做不成 然而就在王山说完这番话的几天后 当他们回到东京时 王山又来了个180度大转变 公开对媒体道歉说 那日是自己喝醉了酒 自己是非常抵触战争并且倡导和平的 日本内阁痛批王山的战争言论 而王山更是遭遇了退胆的惩罚 但这一消息还是传到了俄罗斯耳中 俄罗斯官员表示 听到这样的言论非常的惊讶 这或许是日俄之间最过分的言论了 能够从俄罗斯这样的邻居手中 拿回北方四岛中的两个 已经足够让安倍感到满足 如果还有其他过分的念头 也不知道普京总统会不会答应 一百多年前 曾经有一位伟人 预言了2019年的中国 他预言 此时的中国 已经实现了四个伟大的进步 如今 2019年已经到来 而我们中国 也实现了这四个预言中的三个 剩余一个 仍需要继续努力 这位伟人是谁 他提出的四个预言 又是什么呢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点击一下关注 回复预言 即可观看